兄弟们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蛋蛋岛上的动物是变异了吧 这一个个长得也太精神污染了吧 我来 救命 救命 过去啊 这蛋蛋岛上的动物怎么了 这一个个的好像都变异了呀 不仅如此 你看他们的身上 居然长满了蛋仔的脸 这长得也太恶心了吧 小蛋们 你们看到这些动物后害怕没 害怕的扣个一 不害怕的扣二 让我看看有没有胆子逼我大的 你看看你长得这个熊样 小子啊 这群可爱的小动物变成这一副样子 换你 你是不是也忍不了 忍不了 绝对忍不了 这样我以后还怎么吃烤猪蹄烤五花哟 夹鸡楼 夹鸡蠢 夹鸡排呀 啥兵 兄弟们 我觉得一型的变异 这事肯定和僵尸博士脱不了干些 此时此刻的僵尸博士 嘿嘿嘿 这次的动物变异计划非常成功 只要把我特制的药水倒进水源里 里面的生物就会发生变异 灵魂的则 绝对啊 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过来 给你给他走啊 可爱我的僵尸博士 到时候的动物是不是你搞的鬼啊 我的妈呀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算了 三十六计 作为上级 想跑 门都没有 小子 快走 咱们赶紧追上去啊 追了半天 追到医院啦 华塔 这医院空无医院 有点奇怪哦 别慌啊 小子 咱们盯紧周围 僵尸博士说不定就藏在哪个房间里呢 奇怪了 整个走廊都找遍了 没啥奇怪的地方呀 华塔 快看 这电梯里有刺 啥这样 让你这么大呼小叫的 如果走廊里发现异常就往回跑 哦 搞了半天 这里和八番出口 同个规则呀 看来僵尸博士是想把我们困在这里啊 小瞧我们了是吧 可我轻松从这里出去啊 来到第一层走廊这里啊 看起来好像和初始层没啥区别呀 华塔 你快来这里看看 咋了小子 你发现啥猫腻了 我记得这桌子上的药水不是这个颜色 是吗 我怎么记不清楚了呢 算了啊 咱们信小子一回 直接往回跑 哎呀 上一层居然真的有问题呀 可以啊小子 火眼金睛啊你 这第二层我仔细检查过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走吧小子 咱们直接去第三层 我去啊 这第三层一上来就不对劲 天花板的灯有问题就算了 这地面居然还在晃动 啥也不说了啊 赶紧往回跑 好家伙啊 这地图好像有规律呀 基本是一层有一层 下一层就没有一场 这第四层看起来很正常啊 所以咱们直接去下一层 按照规律 第五层大概是有一场的 哎 好像没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我去啊 走廊怎么突然变了 小子快走 救命 救命 兄弟们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啊 但是第六层我都不用看了 上一层有一场 这层肯定是没一场的 来到第七层就要好好观察啦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有 有 快走快走快走 哎 我去啊 说你来到最后一层了 我看 按照规律 这层应该没有一场对吧 对啊 我敢保证这层没问题啊 可是 为啥这个隐选之灵流的不是水呢 情不景息 义不疑味儿 好家伙啊 绝在最后一关下套 差点就上了僵尸博士档了 小子 咱们走 等出去 必须好好救你下僵尸博士 嘿嘿嘿 想必挖咖小子此时 已经被困在医院里 坐在狂欢之椅上求救了吧 没了他们俩 但宰岛就是我的天下了 我他妈来了 去你呀 哎呀 僵尸博士 我们来找你算账啦 什么情况 你们怎么可能逃得出来 就你那小把戏 还想骗我 走 我带你去老阁保安队 面里有老虎蛋 辣椒油 可都给你准备好了哟 我不要 我不要 啊哈哈哈